然番剧场!然番啦! 听了旁白的解释,风机望向那金色圆球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那是否是说,只要将这颗金色圆球破坏,空间桥梁就会崩塌? 领域世界就无法再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并对现实世界进行吞噬了? 已经来不及了,打个比方来说,你是逃犯,我是警察,我通过定位装置对你整海追踪, 如果你早一点将信号屏蔽,我的确无法抓捕你,但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都听到你脸上了,你一只手已经被我铐上了, 你是这个时候在屏蔽定位信号还有什么用啊? 旁白的比喻非常形象,他顿时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况且空间节点只被破坏一个根本没用,每一个空间节点都是独立且完整的信号装置, 除非你将它们全部破坏,否则就是无用功? 听了这番话,凤击信中刚升起的想要通过寻找破坏金色圆球来拯救世界的想法顿时潇洒。 但此刻他心中还是有着诸多的疑惑, 为何领域场世界与现实世界关联的空间节点会成为星城庇护所的能量源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觉得或许只有下潜知晓, 想到这里,他不再研究金色圆球到底是怎么回事, 果断离开了这个房间,并将厚重的金属大门重新关上。 顿时热浪被阻挡,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 回到资源库,此时的锡盘已经吃空了堆起的玉米粒, 吐在了堆起的压缩能量饼干上。 原本手臂上还有裂纹的星红符文精石,此时愈合了大半。 提表玉色阴韵雾气,也在他进食的期间不断的壮大。 锡盘的改变清晰可见,就连进食的速度也提升了一大截。 这时锡盘的眼中没有了明显的呆滞感,多了一丝灵动。 但他似乎还是没有找回丢失的记忆, 依旧在本能的驱使下继续吞吃食物。 从中获取修复身体伤势所需的能量。 听着锡盘清脆的咀嚼声,风起的心中无比焦急。 从上一次接触未来人的时间线中, 他看到了伴随领域场扩张袭来的领域寿潮。 这一次显然也不会有意外的。 庇护所外的人类战士根本就抵挡不住领域寿潮扩张前进的脚步。 唯一可以幸存下来的人类也将伴随着迷雾之主的到来成为祭品。 他如何甘心同样的结局重复出现呢? 庞白,你觉得锡盘恢复还需要多久? 不清楚。 这颗新红色符文晶石的上限在哪儿,我完全看不透。 说不定等到锡盘恢复到完美战地状态,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那你觉得以现在锡盘的战力,能否与迷雾之主一战? 从体内蕴含的能量程度来看, 现在的锡盘应该有能力与迷雾之主一战。 但迷雾之主或许还有其他底牌,我也不能给出百分之百的肯定。 听了。 时间紧迫,他没有犹豫,当即来到堆起的压缩能量饼干前, 抓住锡盘的一条腿将其从中给拖拽了出来。 对此锡盘显得十分不满,不断地在空中挣扎扑腾着与仰卧起坐。 但似乎怕伤害到他,锡盘挣扎时有明显的收力动作。 只见锡盘的嘴里塞满了饼干碎渣, 塞帮子高高的鼓起, 身子就像是一只皮皮下板在风气手里一弹一弹的。 双手在空中朝着堆起的压缩能量饼干, 来回须抓住,往嘴里塞。 西腹是自动战斗武器以强制装载, 此次武器强化完毕, 等级提升加九十九, 战斗力提升一大串零, 但此时武器正在表示强烈抗议, 并让我转告宿主。 太量的根本就没吃饱, 再来给我一大碗。 无视了旁白的吐槽, 他伸手抱起了锡盘, 不顾他的挣扎, 就带着他往庇护所广场的方向奔去了。 趴在他胸口的锡盘在这时伸了伸稚嫩的小手, 朝着资源库里的食物虚抓了好几下, 眼角浮现了一抹精盈, 沿着来时的道路, 他离开了资源库。 此时地下广场内十分的空旷, 所有战士都已经前往了地表, 其余庇护所居民也都躲入了庇护所地下三层的居住区。 没有多想, 他抱着锡盘当即奔向了通往地表的金属通道。 地表, 领域受潮洪流逼近, 庇护所城池前列阵的战士们严阵以待。 这注定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斗。 风气用一次次未来线的牺牲, 换来了世界末日晚一步到来。 却也只是晚了一步, 当受潮洪流与人类阵营相撞, 惨烈地厮杀就此展开。 曾有人类学者预言未来, 说等到我们修炼体系足够完善的那一天, 可以有诸多不同体系特色的五星平价修炼功法可以选择的时候, 未来会静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那时候,我们后人修炼的起点, 或许就是现代人类毕生都达不到的终点。 等到那一天到来, 人族昌盛, 何惧领域侵犯? 预言的一部分, 在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 成为了现实。 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发展, 身处未来的人类战士拥有远超一千五百年前的完善修炼体系。 让他们拥有更高的起点与更高的修炼上线。 但这一天, 没有七代中的人族崛起, 曾经繁华的都市在这一天变成了废墟。 大地布满裂纹, 植物进阶凋零, 就连天空也被移倒到黑色线条撕裂, 象征光明的太阳被血液压迫着不断下沉, 再也无法给世界带来光与热。 这一切都与理想中的人类未来背道而驰, 庇护所前列阵的战士们, 奋力地挥舞着武器, 勾勒轨迹释放术法。 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也知道这个结局无法被改变。 所以, 他们将心底的情绪化为怒火, 朝着领域受潮宣泄, 不断地有身影在战斗中倒下, 鲜血染红了庇护所城池前的土地, 也染红用符文晶石胶筑而成的雕像。 近半个小时, 人类防险就彻底崩溃了。 领域受潮继续向前, 撞碎了庇护所城池外的金属城墙, 在里面疯狂地破坏。 但星城庇护所并不是领域受潮的终点, 伴随着领域场的扩张, 他们化作洪流将城池内的一切踏碎, 然后继续奔向了远方。 当第一批领域受潮过去了十余分钟, 第二波受潮到了, 他们将本就残破的城池再次践踏了一遍, 然后继续沿着领域场扩张的方向前进。 此时, 天空的空间漩涡越来越多, 各种生命形态的领域生物源源不断地从中浮现。 当第二波领域受潮离开, 天空中的一处空间漩涡缓缓关闭了, 最后一缕灰色迷雾从中钻出, 涌向了下方已经聚集起来的迷雾之海。 迷雾内部无数凶灵哀号, 这时迷雾中浮现了一张清晰的脸孔, 伴随着沙哑低难声在迷雾中响起, 迷雾之海朝着星城庇护所方向侵袭而来。 可就在迷雾即将笼罩已经化为废墟的星城庇护所之际, 风骑抱着溪盘走出了庇护所通道。 迷雾压城, 灰色充斥视视线的每一个角落, 风骑在这时仰头呐喊道, 林燃, 给老子出来。 说完, 风骑选择切换至了人体形态, 听到她的呐喊, 灰色迷雾之中晦迹出了一张脸孔, 居高零下地望着她。 脸孔缓缓接近风骑的心中紧张, 她期待着灵燃能够吞噬迷雾之主, 也希望往后的未来梦境能够与她同行。 由迷雾汇聚而成的脸孔在这时不断地变化着表情, 像是在进行着挣扎, 时而露出迷惑, 时而眼含杀意地俯视她。 迷雾迷雾连孔逐渐靠近, 并不断地扭曲变化。 齐哥? 迷雾汇聚成的脸孔望向风骑忽然询问道, 就在这时, 西盘忽然挣扎脱身, 在风骑错步及防之中滑落, 然后猛地高高跃起, 握紧的右拳 偶然挥向了迷雾之主雾气化的脸孔。 西盘体表的玉色阴韵伴随着这一拳的挥出, 在空气中凝成了硕大的拳影。 清脆的音爆声响起, 由迷雾汇聚而成的脸孔被瞬间打散。 漂亮! 妈的, 打错了。 望着天空中翻涌收缩的迷雾, 放弃心中无奈, 显然是凌然与迷雾之主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时候, 迷雾之主对她有了杀意, 感受到杀意的西盘就像是被激活了战斗开关, 跳起来就给了迷雾之主一拳头。 抬头望向天空, 此时被西盘打散的迷雾脸孔 在短暂的收缩之后重新汇聚。 她见状, 当即望着迷雾脸孔开口道, 凌然, 是否成功反击声? 面对她的询问, 迷雾脸孔表情不断地扭曲, 随后开口道, 我正在尝试夺取, 她的力量在压制着我。 话未说完, 迷雾脸孔快速地扭曲, 随后变得面无表情。 迷雾之主在此时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本该消失的凌染意识重新出现, 对她发起了反击声。 再加上本该在一千五百年前死去的风旗, 忽然出现在自己的跟前。